下週總統大選就要投票 臺灣視覺藝術協會 舉行記者會指出 在缺乏長期政策規劃及發展策略下 臺灣的視覺藝術產業 面臨勢帶斷層和人才流失等 嚴峻的考驗 呼籲三黨總統候選人 能夠推出更積極的文化政策 做更國際化的政策以及規劃 為了接受香港因反送中運動之後 出走的藝術市場 藝術工作者石龍勝表示 韓國政府積極立法整合 在去年通過美術振興法 不像臺灣相關法令散落各處 東一塊西一塊 韓國的做法才是國內視覺 藝術界向往的 有136家會員的畫廊協會指出國內缺乏長遠的文化產業政策 削弱競爭力 韓國不只立法 在稅制改革也遠遠比臺灣積極 更有策展人呼籲國內召開博物館美術館國事會議 認為今年堪稱國內的美術館元年 應該整合並重新思考各館定位 而不要淪為互相競爭內耗 台灣視覺藝術協會提出永續發展行動策略 呼籲此次三黨總統候選人 不管誰當選都能為國家提出可長可遠的文化政策 成立四年十億元的藝術發展基金 讓2024年成為藝術影響力元年 記者林靜梅 陳昌偉 台北報導